我現在在位置在台東火車站 大家有沒有聽到身後的那個音樂 這個是台東回響樂團的快賞活動 有一種要動感的感覺 來到火車站大廳可以看到滿滿的人潮 但是大家都聚精會神的在欣賞眼前的演出 這是來自回響樂團帶來的快賞表演 為的就是要大家宣傳 他們即將在8月27號晚間 在藝文中心演藝廳表演的音樂會 台東回響樂團今年的2016夏季音樂會 我們將在27號晚上7點半 在文化中心的演藝中心舉辦 那今天呢我們是先辦快賞的活動 就是當台東的遊舍回來的時候 還有外地的觀光客進來台東 或者是台東遊舍要離鄉的時候 我想這次對台東的學子是最一個比較深刻的時間 所以我們選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在這裡做快賞活動 我們27號晚上7點半在文化中心演藝廳的演出 我們這次呢安排的曲目有隔離格的鋼琴三重奏 那還有那個雙簧館跟低音館的鋼琴三重奏 喪斯風的四重奏 那雙小提的寫奏曲 那其實還有我們安排一首喔 其實在即使在西部都很難演出的曲目 就是霍爾斯特的行星族曲的木星 那因為這首曲子它需要非常大的管弦樂團的編制 就是幾乎所有的管樂啦 它都數量跟那個種類都非常的齊全 才有辦法演出這首曲目 這次為了宣傳音樂會所特別設計的快閃表演 首先由張永鴻獨奏的雙簧館率先登場 還有弦樂四重奏同館五重奏陸續上場演奏 畢竟我自己也是曾經在叫做什麼去了 街頭藝人 所以呢可以感覺到街頭藝人的時候的即興表演呢 給乘客們有不同的感受 小朋友好奇的坐在地上 還有旅人相當的開心 手機相機拍個不停 回想樂團不僅在後車大廳表演 還用音樂來歡迎到站的客人 期望他們一到台東 就可以感受到溫暖的音樂節奏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8月27號 前往藝文中心演藝廳一起來欣賞 東台宣布正如正宇寧 在台東市的採訪報導